如果说谁是世界上最能打的人 想必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排名 有人说是李小龙 有人说是周碧莉 但今天我们要说的不是成人 而是世界上最能打的小孩 有句话叫想出名要趁早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以下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功夫神童 无疑早已在成名的路上抢占先机 他们从小刻苦训练身上的独特能力 即便是成年人也很少有人敢挑战 今天就让我们盘点一下 哪个国家的功夫神童实力更强 都说俄罗斯是战斗民族 想不到的是 这个词却在一个九岁小女孩身上 展示的淋漓尽致 这个俄罗斯小女孩名为艾夫妮卡 被网友称为天才拳击手 艾夫妮卡的父亲是一名专业拳击手 四岁时就每天跟着父亲练拳击 打沙包 年纪虽小 但拳击天赋却早已满哥 她的出拳动作 脚步的移动 以及身体的反应力 都在很高的水平 艾夫妮卡梦想着将来成为一名职业拳击手 所以尽管学习拳击很痛苦 也乐在其中 她更喜欢用拳打在物体上发出的声音 为了尽快提升女儿的战斗力 父亲就让艾夫妮卡打破家中的门和墙 于是家里的门几乎没有一块是好的 木屋门被打烂后 防盗门又派上了用场 一拳接着一拳 很快中间一大片被打到严重变形 在户外训练时 树干又成了艾夫妮卡的攻击对象 只见她对着树一顿猛锤 出拳迅猛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杀气腾腾 接着树皮和木屑漫天飞溅 树干瞬间隐身而断 当艾夫妮卡的拳击视频发在网上时 两天之内 电机量就上千万 一下成为网上的焦点 就连拳王泰森都被她圈粉 后来被邀请上综艺节目 30秒打出221拳之多 更是让全世界认识了她 李小龙作为将功夫推广世界的名人 她的粉丝和模仿者无疑是最多的 而这位来自日本的金井龙星 应该是最小的一位了 金井龙星出生于空手道士家 而且祖孙三代 都是李小龙的忠实粉丝 金井龙星一岁开始看李小龙的电影 三岁学习双击棍 四岁模仿她的武术动作 就连眼神表情都拿捏得十分到位 为了能与偶像一样有强壮的肌肉 金井龙星每天从力量 耐力 爆发力等多个维度进行练习 这一练就是四五个小时 手被磨到出血也早已司空见惯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六岁时 金井龙星就拥有了棱角分泌的肌肉 真身材 让不少成年人看了都自愧不如 而悬空批刹 道理行走 加强把俯卧撑 对她来说更是小餐一碟 后来在一场综艺节目中 金井龙星背对着荧幕上的李小龙 靠背景声音将一朝一世 做到了一比一还原 因此还被人称为 迷秘版李小龙 说到这儿 不禁让我想到 朱利亚诺斯特罗埃 2004年出生于罗马尼亚 被网友称为最强壮的小孩 因为父亲是一位健身教练 朱利亚诺两岁时就加入健身行列 五岁时能靠双手 轻松走完十米距离 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令全场人员震惊不已 十岁时又以92秒的成绩 保持人体旗帜动作 最长时间的世界纪录 而且还能同时做31个 拉向旗杆方向的引体向上 并接一身不可思议的剑子肉 水平支撑 连续空翻等高能的动作 朱利亚诺都能轻松完成 光看她那张胖嘟嘟的娃娃脸 或许谁也不会想到 竟是多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看过功夫梦的影迷 应该对贾登史密斯很熟悉 片中的跟着成龙学习武术 并且惊人的天赋 端端一个月 就由一个受人欺负的小孩 成长为功夫大赛的冠军 贾登史密斯 1998年出生于美国 是史皇维尔史密斯的儿子 俗话说上阵父子兵 他们二人合作的独立日 当幸福来敲门的电影 也吸引了不少影迷 而拍摄这部功夫梦时 贾登提前四个月就进入了成家班 进行魔鬼训练 经简单的穿衣和托衣 就练习了上百遍 之后在长车上练习 学习棍法 用挂在半空中的铃铛 练习踢腿 用晾衣杆练习臂力等 任何物品都能成为练武的工具 这也使得贾登在片中的动作戏 得到了无数观众的认可 而看到精彩的中国功夫 也让人沉浸其中 除此之外 还有一位小演员 实力也绝不容小区 他就是在特种部队之 《眼镜蛇》的崛起中 饰演白油蓝的少年时期 原名布兰登司徒 是美籍华人 七岁开始学习跆拳道 曾在比赛中获得不少奖项 用春拳 刀墙棍棒 更是新一首年来 虽然在这部电影中出场时间不多 但他的打戏 不缺乏力量感 一朝一世 行运流水 且仪器合成 足以建起很深的无数功底 最后再来说说 来自中国的林秋南 出生于跆拳道士家 六岁就开始高枪动训练 一年当中两千多个小时 几乎都在训练中度过 当然付出的努力终究不会白费 这也让他在日后的跆拳道比赛中 拿奖拿到 挺不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 林秋南帅气无比的旋风腿 能从360度到900度 毫不拖泥带水 特别是在动作电影《龙拳小子》中 林秋南本色出演 拳拳倒入的动作 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一身不凡的本领 称他为跆拳道少年王者 属实当之无愧 以上这些功夫神童 自制力异常的惊人 但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 也正是自制力 他们也都在慢慢长大 会面对更多的阻碍与艰难 相信他们也一定会实现 自己心中的目标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觉得这些功夫神童 谁的实力更生一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